如何通过正面提升专注力? 不用说,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依靠专注力。 做事时容易分心走神是一种习惯, 而专注则是相反的另一种习惯。 正面的练习就是帮助你断掉旧的习惯, 培养新的习惯。 在开始练习前, 首先需要做的还是纠正我们对待内心散乱的态度, 也就是说,不要去责备自己常常分心走神, 而是以温和的方式接纳自己的不专注, 就好像父母亲对待自己的婴儿一样, 他们从来不会去责怪婴儿, 随时随地哭啼, 吵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, 轻轻地安抚自己的孩子。 对待我们狂乱不受控制的心, 也要抱有同样的耐心和爱心, 善待这颗散乱的心就是提升专注力的第一步。